让我们马上欢迎下一位 又神秘又有趣的追梦人 来到现场欢迎他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请坐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空喉演奏家鲁露 我说的这个神秘 就跟他这个身份有关 手里这个就是那个叫空喉的 对 这件乐器是一个 距今有2700年前的 出土的一个空喉的一个复原物 它是一个弹波的 对 它是一个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弹波乐器 并且也是丝绸之路上 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的一个弹波乐器 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 在新疆的南疆 有一个叫且莫县的地方 就已经广为流传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着后来音乐声伴随着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货物在那里流转着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吗 对 这个大 它这个大 对 它的这个是很大 这是我们古代的树空喉 这个是前一阵子热播的这个《思美人》 或者是更清脆 那空喉呢就是更温婉 然后它好像它的声音能够直接到达人的内心深处 有点像心灵音乐的一种感觉 心灵音乐 给你一碗鸡汤 要不要 我干了 因为现场给我来一碗没怎么样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非常动听的 这个空喉的声音 形质虽然有点像竖琴 但是它这个出来的音质 我觉得是完全不同 只属于它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你懂音乐 你懂我 害羞了呢 你今天来到中国梦想秀 是带着一个什么梦想来的呢 是这样 我觉得空喉出土点燃了一个 中断了千年的梦想 它属于一个千古绝音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要从这里出发 这里是哪里 就是新疆 就是琴末 我要让这里的孩子们 都要学会躺空喉 让人们记住它 记起它 为什么会把它定成 你的梦想 我在三年前呢 走上了一条空喉寻根的 一条丝绸之路 就这段路 其实非常曲折和艰辛的 我每次从北京 然后坐飞机 要到乌鲁木齐 转机到库尔勒 然后坐18个小时的车程 要穿越塔卡拉玛干大沙漠 非常非常的远 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会发现 当地的人 基本上没有人 在知道什么是空喉 再有一个 你就根本不要再去想 谁会去谈它 但是呢 当地的孩子啊 他们非常非常的喜爱艺术 我当时做过一个举动啊 我说我把我的电话号 告诉你们 但是我只说一遍 我会说得非常快 你们谁要能记住 我就说谁为图 然后呢 有一个维吾尔族的 一个小姑娘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叫鼓励在牌尔 她之后就经常给我发短信 然后她记住了我的电话 那个小姑娘 现在成为你的徒弟了吗 收下了 小女孩非常可爱 十二岁 跳舞也非常好 然后演奏空喉 也非常刻苦 聊到目前为止 我对你的梦想 其实是非常期待的 一起见证吧 好 来 我们请起立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有信心吗 有信心 确实有信心 180天 来 请前往宣誓台 请开始梦想宣誓 我是鲁露 我的梦想是 180天唤醒人们对空喉的记忆 请进入时光隧道 收藏 感谢观看